老师那想要桃花的射手女 你会给她什么建议 不要像哈士奇 自带治愈系统的射手女 就算被伤害了 明明心里在意的要死 还会安慰别人 要对方不要在意 独自沉浸在悲伤当中 不认识的人 还会觉得她很温柔 像一匹优雅的狼 但熟了之后 你会发现她其实是 哈士奇 初次见面 大家都会被通情打理 活泼开朗又漂亮 健康的射手女吸引 不过约了一次见面之后 就会开始失联 因为射手座 很可能就这里动动 那里动动 停不下来的那一种 看起来就是一种 活力充沛到 大家会惊惊 陪你爬山可能要爬百岳 绝对不是登山步道 每个人都会衡量自己的体力吧 高调型的射手 那是高调的不得了 跟她恋爱了 她很可能会公告天下 或迫不及待 把你介绍给自己的朋友 家人 街访邻居 通通都认识 搞得大家都知道 你们在一起了 不过低调的是真的很低调 那高调型的射手女 可能就会让想低调的对象 忘之却步了 也要撑得起别人的眼光 跟检视嘛 对不对 很多人是没有这个心理准备的 在感情的世界里 很多人都是装正经 只有射手女是装服正经 可能有人已经表现出 很明显喜欢射手女的意思了 射手女也知道 但她就会 比如说假装不知道 或依然在打哈哈开玩笑 这背后的原因 除了不好意思 还有他们懒 因为对方也还没告白啊 不用为对方烦恼吧 一旦他承认自己知道了 就要开始烦恼了 所以他很可能还会故意 跟你搞暧昧 他宁可搞暧昧 所以在你告白之前 他能装傻就装傻 他能搞暧昧就搞暧昧 他大辣辣的个性 当然就会异性朋友 比同性朋友多很多 旁边的人一看就会觉得 你根本不缺货吧 或者是你是不是很花呢 那射手女说话也是真真假假 让你以为她的个性 就是那么的风流不羁 风流倜傥 但是相信她 那些人真的就是朋友 谁是她心里喜欢的人 她明白得很 而且仔细观察 其实射手女真正喜欢的对象 她会在她身边 收敛自己的智障气息 智障气息才很好笑 所以如果你老是看到 她智障的那一面 表示她真的 没有那么在乎你哦 射手女喜欢你的时候 她不会管对方有没有喜欢自己 就会像射出去的箭一样 直直地朝你前进 她会急着掏出自己的所有给对方 比如任性的一面 暴躁易怒的一面 都迫不及待地让你知道 想要对喜欢的人超级超级的好 把所有最贴心最温暖的关心都给对方 最后对方就被吓跑了 给太快了 所以亲爱的射手女 你总是忘记确认对方是否对自己有那个意思 确认之后再给嘛 不要着急 射手女可以没情人 但绝对不能没朋友 重色亲友 对射手女来说是不可能的 她们重义气啊 重朋友啊 也因此很多射手女的暧昧对象会觉得 射手女你是不是没有那么重视 我 这一点也会让桃花减少许多哟 就算是朋友有困难 她帮不了 她也会想办法找其他人来帮 也很乐意 贡献自己的男朋友去帮忙 你如果喝醉了 她也会指派男朋友去照顾你 所以你身边有射手女的朋友吗 是不是很常受她们男朋友的照顾呢 独乐乐不如中乐乐嘛 你看她多宽大 射手女加油哦 每个人都要像智琳姐姐一样找到幸福哦 老师那想要桃花的射手女 你会给她什么建议 不要像哈士奇 可能孤独的狼桃花还多一点 好不好 当一匹狼 不要当狗 嗨大家好 我是唐启阳 从这个月开始 我就会在Vogue频道跟大家见面了 我会在这里分享很多新作的小尝试 或占星的小知识 我们Vogue见